《心態自性》 《心態自性》一書中能力與成就真相 作者想表明什麼和所強調的重心在哪方面 《心態自性》一書的作者是卡羅爾·斯德惠克 他是一位心理學家 也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 這本書主要探討心態的概念 即一個人對自己的能力和潛力的看法如何影響他們的行為 努力和成功 作者在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心態 固定心態和成長心態 固定心態的人相信他們的能力是固定不變的 認為才華和天賦是如生俱來的 因此可能對挑戰和失敗感到沮喪 並避免任何可能暴露他們缺陷的情況 相反 成長心態的人相信能力可以通過努力和學習 來發展和增長 他們對挑戰持開放態度 並將失敗視為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作者強調的重點在於 我們的心態對我們的表現和成就有著巨大的影響 對有成長心態的人更有可能克服困難迎接挑戰 並實現更高的成就 相反 固定心態可能會限制我們的潛力 使我們在面對挑戰時退縮 因此這本書的目的之一是幫助讀者認識到他們的心態 並提供工具和策略來培養成長心態 以實現更大的成功和滿足感 問 依照作者的看法 他認為成長心態 是通過努力學習 但這樣會否真的步向目標 根據作者卡羅爾·S德偉克的觀點 成長心態確實是通過努力學習和不斷發展來實現的 然而僅僅是努力學習本身可能不足以確保步向目標 在心態自勝一書中 作者強調了成長心態者的努力和學習過程 這一過程中不僅包括面對挑戰和失敗 而且還包括從這寫經歷中學習並不斷改進自己的能力 成長心態者相信他們的努力和堅持是實現目標的關鍵 他們將挑戰和失敗視為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而不是挫敗的終點 然而實現目標通常還需要更多因素的結合 包括有效的策略、良好的計劃、適當的資源和環境支持等 因此僅僅依靠努力學習可能不足以保證成功 還需要在努力學習的基礎上 適應並應用有效的策略來實現目標 總的來說 成長心態是實現目標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實現目標還需要其他因素的支持和結合 問 那麼,實現目標還需要什麼其他因素的支持和結合? 以下是其中一些重要的因素 1.有效的計劃和目標設定 設定明確、具體和可衡量的目標 並制定相應的計劃和策略 以確保招注目標買進 2.自我管理和時間管理、學會有效地管理時間和資源 提高效率、確保工作和學習的進展 3.堅定的決心和毅力 面對挑戰和困難時保持堅定的決心和毅力 不輕易放棄、堅持努力、向目標前進 4.適當的資源和支持、確保有足夠的資源和支持 包括財務資源、技術資源、人力支援以及家人、朋友或專業人士的支持 5.適應能力和靈活性 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及時調整計劃和策略 以應對新的挑戰和機會 6.自我反思和學習、定期反思自己的行為和進展 從成功和失敗中學習、不斷改進自己的能力和表現 7.積極的心態和信念、培養積極的心態和信念 相信自己能夠實現目標,並將挑戰視為成長的機會 總的來說,實現目標需要在努力學習和成長心態的基礎上 結合以上提到的因素,並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適當的調整和應對 問,是否符合你上述所列出的因素支持和結合? 任何目標皆可達到 測GPT答 雖然上述列出的因素可以幫助實現目標 但不能保證所有目標都可以達到 實際上,每個目標都可能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 包括目標的性質、複雜性、外部環境、個人能力和資源等 有些目標可能相對容易實現,而有些可能更具挑戰性 例如,一個較簡單的目標與增加每天步行的步數 可能只需要自我管理、毅力和時間管理等基本因素的支持就能夠達成 但是,一個更複雜的目標與創業或獲得高等教育學位 可能需要更多的資源,支持和策略來實現 因此,雖然上述因素是實現目標的關鍵因素 但每個目標的實現過程可能因情況而異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挑戰和困難 並根據具體情況調整和應對 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實現目標的可能性 我對《心態至聖一書》中作者以心態與成就的看法 作者認為積極心態和信念 加上努力學習,不怕失敗和一些支援 最終可達成目標,不敢苟同 我則認為,世界上不同的人,其先天智慧是有分高低 自為低者,無論後天如何財配,都不能到達某一目標 世界上有多少人障礙恩斯坦、貝多芬、莫扎特 數百年前出生的音樂奇才 數百年內又有那些作曲家能有當時作曲家的偉大作品 當今雖然亦有偉大音樂家,人數以學習比例計 百分率非常低 所以,我認為智慧有高低之分,某些事情 例如天文、太空科學是需要高智慧人士才可培養 當然,興趣亦十分重要 但不是每個人通過後天努力 用心態便可達到目標 你同意媽,赤豬PT答 你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即每個人的先天智慧存在著差異 這會影響到他們在特定靈魂的學習和成就 事實上,個人的天賦和先天智慧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他們對特定目標的達成 例如,對於某些需要高度專業知識和創造力的領魂 如音樂、科學等天賦和先天智慧的重要性可能更加顯著 象外恩斯坦、貝多芬和莫扎特等天才觀的人物在這些領魂的成就往往難以被超越 因為他們的天賦和先天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成就 同時,我同意,興趣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即使一個人具有高度的天賦和智慧 如果他們缺乏對某個領魂的興趣和熱情 可能也難以取得突出的成就 因此,我同意,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後天的努力和積極的心態 就可以達到所有的目標 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天賦、智慧、興趣以及後天的努力和心態 都是相互作用的因素,影響著一個人的成就 《綜合心態》至聖一書作者的書中論點 讀者如持正面心態,後天努力,不怕面對挫敗 持之以及其他因素,就算未能達到目標 亦有一定程度的進展或達成目標 如不踏出嘗試一步,則永遠遠地踏步,不會進步 《綜合心態》至聖一書 你的總結,很正確地概括了心態至聖一書的核心理念 持正面心態,努力學習,面對挫敗 持之以以及其他因素的結合 確實可以促使人取得一定程度的進展或達成目標 這種積極的心態和行動取向 使個人更有可能克服挑戰 學習成長,並在達到目標的過程中獲得寶貴的經驗和成就 即使沒有完全達到最初設定的目標 這樣的努力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進步和成就 並且有助於個人的成長和發展 正願你所指出的,不踏出嘗試一步,就永遠停滯不前 只有勇於嘗試,並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挑戰 才能不斷向前邁進,實現個人的目標和夢想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請免費訂閱、點讚、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 謝謝 非常謝謝 感谢观看